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所辦理的圓夢餐會 今年已經邁入了第17個年頭 在兼具防疫以及送暖的主軸下 9號中午在花蓮市金銀島商圈 以半週還有製作餐的模式縮小規模 也安排了一連串精彩表演 讓社會中的弱勢孤老 能在歲末年終之際也能開心圍爐 讓他來臨來一想 民歌合唱團帶來一首首經典老歌 台下長者也跟著律動搖擺 將氣氛帶到最高點 這是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所辦理的圓夢餐會 今年已經邁入第17個年頭 在兼具防疫與送暖的主軸下 9號中午在花蓮市金銀島商圈 以半週和自助餐的模式縮小舉行 那在17年前花蓮老家 在服務的過程裡面 就因為一位弱勢的身杖伯伯 那因為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好 一直希望有機會到一個大的飯店 好好吃一頓飯 那這樣的一個發想 從94年起 每一年我們邀請 至少從第一年70位到現在100多位 那當然今年因為疫情 所以我們就把規模變小 那因為這個長輩的想望 希望能夠好好的吃一頓 到好好的飯店吃一頓飯 所以老家呢 就辦這個我們的老人 我們的獨居老人的一個圓夢餐會 每一年都邀請很多弱勢的長者 一起來跟我們現場的志工 還有來賓 這個共同能關聚在一起 惠中不管是雞蛋糕甜點 還是各種特色美食都應有盡有 其中賴桑壽司也特別送上 一盤日式臥壽司 讓曾經開過日式料理店 40多年的林老先生滿是回憶 今天在這個機會在這裡 真的很開心 我見過差不多幾十年 都沒有吃到日本藥的回憶 就大家都對我是很好 照顧老年家 我今年85歲了 以前我也是做過 做差不多40年 然後我今天來這邊 遺漏大家在一起 就是大家很開心 老家協會長期致力於 免費提供獨居長者送餐送醫 和經濟輔助等多項業務 在線內總共有600多位個案 需要照顧 而歲末年終之際 服務經費卻還有六成 需要各界支持協助 也邀請大家愛心不打烊 一起守護獨老 用愛溫暖長者 安心過好年 記者徐立晴華靈市報導